好 接下来我们介绍最小平方法 前面我们讲相关系数的时候 我们讲说你如何去判断这个 相关系数的正 负 或者是大小 但是我们要进一步的来讲说 我们可不可以去找到一条直线 然后用这一条直线来代表 XY这两个变数的关联性 那么找这一条直线的方法 我们就称它叫做最小平方法 甚至我们把这一条直线找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去预估它可能会出现的数据是多少 这个是我们要讲最小平方法最终的一个目标 那么找这一条直线的方法我们称为最小平方法 好 那什么叫做最小平方法呢 当我在这个上步图里面呢 我要找到某一条直线嘛 那假设我们这一条直线叫做 Y等于A加上BX 那统计学上定义说 因为我要把这条直线找出来 当然最关键的应该是这个A跟B的值嘛 我如果说把A跟B的值找出来之后呢 我应该就可以求出这条直线了 因此呢我们定义说假设我给定 比如说像这个图形我这样画出来之后呢 那我如果给定X的值 我要去求Y值的平方和Y值的平方和 那这个叫做残差的平方和 那这个叫做残差的平方和 所以比如说我给定X 那我去求A加上BX1 然后减掉Y1的平方 就是我们的牵直距离 然后A加上BX2 减掉Y2的平方 好那总共有Anding 那同学你看一下 像我直线这样画出来之后 很明显的这个数据呢 是不是有一些是在上方 有一些是在下方 那如果说以牵直距离来看的话 它有一些是正的 有一些是负的 那这样我在计算上面比较不方便嘛 因此呢我们就把它平方 因为当你把这个数据平方之后呢 正的负的应该全部通通变成正的了 所以我去求这个残差平方和的最小值 好这个是A加上BX1 减掉Y1的平方 我要求这个残差平方的最小值 这是我的终极目的 那利用这个残差的平方和最小值 然后去找出我们的A跟B 不过因为它是两个变数 它是两个变数 所以我们在求的过程当中 要有一些技巧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当初我们在讲这个课程的时候呢 同学大概都会问说 为什么我要求这个距离 求牵直距离 而不是求这个距离 比如说点到直线的距离 感觉上点到直线的距离 好像更小啊 那为什么 为什么我不用这个距离来看呢 好 那比如说我用这个千 用那个千值 不是千值距离 就是用点到直线的距离 那点到直线的距离呢 比如说我把这条直线 稍微把它变形一下 它变成BX 就是减掉Y加上AW 那点到直线的距离 因为它有根号 所以比如说我现在算 假设这个叫做D1 这个叫做D3 这个叫做D2 符号啦 那比如说D1的平方 加D2的平方 一样要把它平方 因为点到直线的距离 那个分母它有根号 A平方加B平方 更号B平方加1 所以假设我用这个距离来算 加上Bn的平方 那平方之后呢 它应该是B平方加1 然后呢 点坐标带入这个方程式 然后取绝对值 那因为绝对值距离 我要取正的嘛 那把它平方之后 绝对值就不用了 所以这边呢 它一样会变成 因为A 我把它写到前面来了 变成A加上Bs1 然后减掉Y1平方 然后加上呢 中母都是B平方加1 然后这里 A加上Bs2 减掉Y2的平方 然后加上点点点 最后一个B平方加1 然后这边是A加上Bs1 减掉Y2的平方 那同学你看 如果我是用点到直线的距离平方和 你看我这个地方 它的分母都是B平方加1 所以我把这个B平方加1通通提出来 然后里面呢 是不是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E of AB嘛 那我求这个的最小值 跟求这个的最小值 有没有一样 在意义上面应该是一样了 因为我只是要求A跟B而已 所以我们因为用这个方式来求 可能比较不好计算 因为它多了一个分母 根号A0加B0加的一个数据 所以我们就直接定义说 事实上我利用千值距离的平方和 求这个的最小值 我们一样可以求出A跟B 这个对应的数据 这个就是我们最小平方法的原理 所以我们就不用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了 我们就用什么 千值距离来求 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小平方法 好 那当我们在利用最小平方法来求 回归直线方程式的时候呢 我们同样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我原来的数据呢 它可能是非常的多 那甚至它的数据非常的大 那我要在电脑上面处理的话 我必须要把这些数据呢 先把它标准化 所以我把数据标准化之后呢 先来求这个标准化数据的回归直线方程式 好那利用最小平方法 好一样 残差的平方盒 那因为这个证明的过程非常的复杂 所以我把它稍微省略一下 把它省略一下 那这个残差的平方盒呢 我们算出来 当这个A等于0 B等于这一项的时候 事实上这一项呢 它其实就是相关系数 如果说我们在课程里面呢 其实有时间可以证明的话 其实这个B呢 刚好就是相关系数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讲说 标准化数据的回归直线斜率呢 刚好就是我们的相关系数 有时候它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选项 那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在用最小平方法 求回归直线的时候 必须要先把这些数据把它标准化 那这样子才可以求出来 好那求出来之后呢 好当A等于0 B等于这一项的时候呢 标准化数据的回归直线方程式 因为Y'等于A加上BX' 所以回归直线方程式就等于这一项 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有些题目它可能会有这样的选项 它说标准化数据的回归直线 它一定会通过哪一个定连 它一定会通过00这一点 因为你看这个有点像我们 以前在写点斜式一样 Y'-0 这边是S'-0 所以那个0可以把它省略掉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当然呢 有时候我们在算这些数据的时候 比如说假设考试要考我们的时候 它可能会先给一些数据 所以我们其实也不需要做标准化 因为它的数据给我们的 并不会太大太多 因此呢 我们把这个标准化数据的回归直线方程式 把它还原之后 因为SI'是标准化数据 Y'也是标准化数据 所以这个呢 原来的这个回归直线方程式 我就可以把它写成Yi-min y 就等于R乘上S'-yS'-x 然后这边乘上SI-min x 我们就可以得到原来数据的回归直线方程式 好 这个是我们整个从最小平方法来求回归直线的一个方式 OK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回归直线方程式的一个办例 这个题目它说 有一个肥皂厂商 他要推出一款新的产品 那它的单价呢 跟需求量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比如说单价是八个单位的时候 那它的需求量是11 单价是九单位的时候 它的需求量是12 好 以此类费 它总共调查了五笔数据 那它要求这些数据的 第一个它要求相关系数 那第二个它要求回归直线方程式的斜率 那第三个它要求回归直线方程式 这两笔数据的回归直线方程式 那如果说我们从我们前面学到的相关系数的一个定义的话 我们这个相关系数呢 它应该是这两笔数据的离均差乘积合 这个是分子的部分 那分母呢 是x数据的离均差平方和开根号 那这个是y数据的离均差平方和开根号 因此呢我们要算这两笔数据的相关系数 好 我们可以把它呢 分别的离均差呢把它算出来 然后呢我们把它带到这个公式里面 分子的部分是离均差的乘积平方和 离均差的乘积合 所以应该是负2减2 然后加0减2减2 那分母的部分是x数据的离均差平方和开根号 好 所以这个是根号10 那这个是根号10 那我们这个算出来呢 是10分之负8 应该就是负的5分之4 好 这个是相关系数的部分 那第二个我要求回归直线的斜率 我们按照回归直线方程式的公式 它的斜率呢 应该是r乘上sigma y sigma x 这个sigma y跟sigma x呢 分别代表我们y数据跟s数据的标准差 那我如果用标准差的公式 你看这个sigma y呢 它应该是m分之1 好 我用sigma来写 因为这样比较节省空间 那y的话它是yi减掉min y的平方 因为它都是跟离均差有关系 这边是y数据的离均差平方和的算数平均数 然后再开根号 那sigma x呢也是一样 这个是m分之1 sigma si减掉min x的平方 然后i重移到m 好 那这两个相处呢 其实这个m分之1可以拿阅掉 所以这个部分剩下来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根号syy 就是y数据的离均差平方和 开根号 然后这个呢 是x数据的离均差平方和 开根号 那我们分子分母可以做一些约掉 所以呢 这一个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ssy 然后这个是sss 因为这个就是这一下 然后这个m分之1约掉之后呢 我的syy呢是可以跟这个约掉的 那这个 根号ss它有两个相乘 所以它会变成根号不见 它只是符号代帝的意思 那其实它现在在做一些计算的话 大概都是跟我们的离均差乘积 或者是离均差的平方和有一些关系 好 因此呢 好 分子的部分就是离均差的乘积核 那乘积核我们算出来的 这个是负8 跟上面这个分子的部分是一样的 那分母的部分呢 是根号sss 然后因为它没有根号 所以它是平方 所以这个也是10 因为它是根号10的平方 所以我们的回归直线邪律呢 算出来应该也是负的5分之4 负的5分之4 好 这个是回归直线的斜率的部分 那这个题目看起来 我们回归直线方程式的斜率呢 跟我们的相关系数算出来的指是一样的 OK 这是第二小题 那第三小题的部分 我要求回归直线方程式 那回归直线方程式呢 这个我们也是一样 从公式 y减掉μy 就等于 r乘上sigma y sigma x x减掉μx 好 这个是回归直线方程式的公式 那因为这个斜率我已经求出来了 这个斜率呢 是负的5分之4 那μx跟μy呢 都是10 所以我把这些数据呢 带到这个公式里面来 我就可以得到回归直线方程式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个回归直线方程式的一个性质 这个屏幕它说 假设有一组二维数据 那它原本的相关系数是r 回归直线的斜率呢 是m 那如果我把这一组数据呢 把它标准化 那同学注意一下 标准化 这个s'应该就是 xi减掉μx 除以sigma x 这个是我们在前面提到 所谓的标准化数据的一个性质 那你把数据标准化之后 如果说这个a跟c 我许可以稍微回顾一下 如果x'就等于ax加上b y'就等于cy加上b 如果a跟c同号的话 它的相关系数应该是相等的 那如果a跟c是e号的话 那么它的相关系数应该是等值e号 这个标准化数据 它其实是我们数据凭你伸缩的一个应用 OK 好 那我们说把数据标准化之后呢 它的相关系数是r' 回归直线斜率是m' 那我们要来回答下面的选项 那第一个选项它说 假设相关系数 原来的相关系数小于0的话 那么相关系数跟斜率的成绩会大于0 我们看一下 这个回归直线方程式的公式 它应该是这样子 那这个是我们 回归直线的斜率 这个就是m 我们把数据标准化之后呢 这个sigma y应该是正数 因为它是离均差平方和的正平方根 那这个sigma x应该也是正的 因此呢 你看这两个都是正数 所以我们的回归直线的斜率 应该跟我们的相关系数 它应该是同号的 也就是说 如果r是大于0的 m呢 就会大于0 如果r小于0 那m就会小于0 因此呢 如果它说r小于0的话 那这个m呢 应该也是小于0 所以两个相乘起来 应该是正的 因为复复的正 所以第一个选项 这个应该是对的 OK 好 第二个选项 这个我们刚刚在讲题目的时候 有介绍到了 因为它是数据标准化 所以那个sigma x跟sigma y呢 应该都是正数 所以标准化之后 它的相关系数 跟原来的相关系数 应该是相等的 它的值是相等的 那第三个 我把 你看哦 我如果说把这个数据标准化之后呢 这个m' 你看哦 这个sigma y' sigma s' 这两个值 其实我没有办法确定 因为我不晓得标准化之后 原来的标准差 sigma x跟sigma y是多少 因为这个sigma y跟sigma x不知道 所以我标准化之后的 回归直线的斜率 应该是没办法确定的 没办法确定 它跟原来的斜率 应该是相等的 所以这个选项应该是无法确定 应该是无法确定 好 那第四个选项 它说 如果斜率是大于1的 那么sigma y呢 会大于sigma x 我们来看一下 回归直线的斜率呢 它是R乘上sigma y sigma x 它说这个大于1 那我们在讲相关系数的时候 我们知道说 这个 这个相关系数呢 应该是借在 负1跟1之间 而且这两个值呢 应该都是正的 这两个值都是正的 那换句话说 这个相关系数呢 应该是小于1 乘上这个值呢 会大于1 换句话说 这个sigma y跟sigma x 哪一个比较大 应该是sigma y比较大 比如说 0.8乘上这个值大于1 那换句话说 这个值应该会比1要来的大 那如果说比1来的大的话 这个sigma y一定会大于sigma x 所以第四个选项 这个应该是对的 OK 好 再来 第五个选项 这个也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一个性质 它说 假设y呢 就等于ax加上b 换句话说 所有的数据呢 都在同一条直线上 那这个a呢 代表这条直线的斜率 而且呢 它说a小于0 换句话说 这个数据的分布呢 应该是像这样子 它在同一条直线上 而且这条直线的斜率是负的 那这个叫做什么 完全负相关 所以我们的相关系数呢 应该就等于负1 好 所以这个题目 它的答案应该是1245 OK